朋友們好,我是小胖哥 我又來跟大家分享視頻 今天有點感冒 今天是二十幾號 很久都沒有聊過京東 今年以來呢 京東一直都是非常的不好做 很多就是無貨顏 動不動就扣分 然後慢慢的無貨顏 也全部轉成有貨顏的 然後基本上很多都是在做路艙 自己囤貨做路艙 要嘛就是做補單 就是前電補單 然後付費 自動車推廣等等之類的 過幾天 京東就要開始一年一度的矽簽了吧 正常是比如說元旦過後就是 開始那個會開啟矽簽的工作 天貓細簽這幾天剛剛落下了帷幕 然後天貓細簽也是每年都淘汰一大批人 就是很多人營業不達標等等之類的 但是京東細簽呢 前幾年就是不愧都是非常好簽 但是這兩年來呢 也是自從去年就是很多店都是 就是開始不給細簽就是淘汰一大批 而今年的話我意估的話還是會淘汰 可能還會淘汰一大批 今天是二十幾號 這個細簽可能就在1月1日過後之後吧 我估計就是京東每年大概差不多就是這個時候 會開始一個就是下一個年度的細簽 然後到3月31號不能細簽的店就全部清退了 總體來說呢 京東現在已經不切店鋪了 基本上就是到3月31號不能細簽的店鋪就清退了 每年都是這樣 就是京東現在對於店鋪的要求越來越高了 特別是今年那個專營店基本上就不招商了 然後專賣店也比較來 現在呢自己入住天貓呢基本上 那不對入住京東呢基本上就比較來 因為你都要寫什麼廠家啊什麼的 那個做一大堆的資料就跟天貓差不多一樣了 那麼 京東呢就是現在呢基本上它就只要你是京東好店 就能細簽就能稍微容易一點 如果說你京東不是京東好店的話 要細簽就很難 之前我們也跟大家說過就是 怎麼樣去細簽這個京東 就是比如說你第一你要有做銀倉啊或者做路倉啊 或者說就是補單啊營業比較好啊 然後另外呢就是做一些付費推廣 付費推廣呢就比如說你要開京東快車啊 海頭之類的這些廣告也要走起來 就對你續簽工作有幫助 最大的一點就是不能上貨上多 這段時間呢貨一定不能上多啊 把比如說你之前一個店鋪可以上幾千個 然後現在你上幾百個就好了啊 把貨都下了 等等啊開通這個可以洗簽的路口之後呢 呃再去呃再去上貨吧 然後最重要的一點還有就是京東現在有個風向標 就是呃比如說你評分 就像就跟我們那個天貓的東台評分是一樣的 如果說你風向標達標的話 就算是你夜銷售幾十萬的店鋪都不能細簽 去年就是這樣哈 今年我估計還會這樣 因為對這個店鋪把控非常嚴格 去年我們也是損失很大 很多店鋪呢就是比如說像呃 汽車用品運動戶外很多店鋪都不能細簽 今年呢不能細簽的店鋪啊 就白白浪費掉 但是能細簽的店鋪呢生意就超級好 呃所以說今年呢很多朋友就問我 很多朋友就問我京東今年要怎麼做 我今年一年都很少 聊京東都把重心放在其他的項目上 因為我覺得說現在京東不是一個風口 然後已經變成了一個平常的一個項目了 如果說你們在做京東啊 最近還是有很多朋友找到我說 我剛剛下了店新手下店要怎麼做 其實我一直說不建議新手去做京東 要走太多太多的坑啊 要走太多太多坑不建議你們新手去做 如果說你實在想做的話也可以參考一下我之前 啊說了一些視頻精細化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聊一下就是京東這個細簽 然後每年這個啊細簽之後就會出現一大堆 就是四橫片也沒很多人就會在那裡 哎我爹怎麼過不了過不了 所以說如果說你們啊如果說還是想做京東的話啊 啊我建議你們還是就是要做精細化一點 然後最重要一點能做啊京東物流啊能做路倉 就是跟著京東吧他吃肉啊喝湯 你肯定骨頭也行對不對 啊其他的沒什麼了好今天這個視頻就先跟大家聊到這裡 最後呢廣告一下就是第一反發啊小胖哥視頻 免費送京東跟淘寶無貨員教程啊這個是免費的啊 第二小胖哥有個新的項目已經發車了非常靠譜 如果說你簽項目的話可以找我但是這個是付費的項目 第三呢就是朋友們裡面有沒有聽過就是巴菲特午餐 然後小胖哥搞了一個叫做小胖哥早中晚餐 就是小胖哥啊可以啊你可以選擇隨時跟小胖哥吃飯 小胖哥有八年的互聯網經驗然後持續學習輸出 如果說你覺得說問人幫的到你 那你可以聯繫我啊再給我們私聊啊就小胖哥早中晚餐 好啦今天這個視頻就到這裡了拜拜